耳丸的电费会涨一倍吗 最近呢大家都在传这个 因为要用清洁的能源 所以以后的电会从这个power authority 今天看网上一个帖子 说原来1500的电费现在多了1000 有没有这么大的涨幅呢 我能不能不用这个清洁能源呢 咱们一起来看 首先呢这四个城市会首先的使用这个清洁能源 这个是默认的 从10月份就开始实施 所以呢10月之前 如果你想退出的话 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我把我家上个月这个电费的情况输进去了 如果你是从原来的爱迪生去买的话呢 是316块4 如果是耳丸现在用了这个清洁能源 是330块4 所以呢也没有那么夸张 咱们现在来看怎么退出去 访问这个网址 一定不要打错了 进了这个网站之后呢 它下面会有一些各种选项让你选 通通的忽略掉 之后呢再往下拉页面 在右侧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表格 第一行呢输入你电的账号 在电费的左上角的第一排数字 第二个呢输入你的信 由边就可以按照操作去退了 希望呢能帮到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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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